下午兩天 剛剛提到彎彎的新婚 才12天就被二包說 她在外面偷吃 然後Fanny的婚姻15天 半個月整整就玩完了 上面還有個位數的 這是在台灣嗎 在日本 六天 六天 還沒有一個禮拜 而且是發生在日本 頭七都還沒 百個五 百個五 還沒有放薑 這在日本 當紅的算是主持一哥 他是這一位 叫做首野英孝 這怎麼長得很像中山美惠的 那個在八爺的老公 他的招牌是穿白西裝 雕個紅玫瑰 然後頭髮長長的 其實長得還滿有型 叫型男 但是他的節目裡面 都喜歡搞笑作怪 其實那時候 我們的駙馬 也叫蔡佩然出來的時候 有人還說 日版的蔡佩南 網友開玩笑 家把衣服脫掉 人魚線露出來讓我見證一下 他日本是非常非常紅的主持一哥 收入非常非常豐富 然後他有個交往五年的女朋友 感情非常好 求婚的時候是怎麼樣 是在五千個粉絲的面前 當眾下跪求婚 對 而且女朋友圈外 而且交往了五年 很浪漫的結婚 還在新婚的喜悅 一 二 三 四 第六天 第六天而已 第六天發生什麼事 可是很怪 他第六天去唱卡拉OK 唱完之後 就跟著一個辣妹 這個照片在這裡 由此為止 還被人家拍到 進房間 然後進去出來 都被拍到 這個怎麼會有這樣 個資外線 你去賓館賓館 照片都給人家了 你看 多彩太厲害了 整個被登出來之後 第二天 他出來跟大家道歉 為什麼 我做了不良的示範 我會深切的反省 你看 這番話又來了 但是 我跟大家講 我還是要很 跟我太太這個婚姻 還是要再繼續下去 會有光明的明天 你看像他搞笑的風格 可是 你知道嗎 他這一座 其實聲勢有大跌 後來他的收視劇節目 有點下降 但是現在 這個婚姻 其實還在飄搖當中 只是他創了紀錄 六天就外遇了 我覺得他沒有創紀錄 應該是Fanny創紀錄吧 剛剛不是說他老公講說 他四天就已經跟前男友 就已經又發生關係了 但是 麥哥我記得以前我們講過 在台灣好像大家都比較 家醜不要外揚 大老婆自己在家裡面哭 小生在外面自己在那邊哭 可是我們常常在 大陸新聞裡面看到說 他們都是張揚開來的 鬧給大家看的 自己鬧大了 北京大陸2008年 北京奧運對不對 2007年 央視 央視要發布 把他們的體育頻道 改為奧運頻道 來迎接奧運的時候 他們的央視主播 體育主播張斌 在記者發布會上 正在主持這個活動的時候 這個活動國家級的領導 央視大官就在現場 這個時候她的老婆胡子威 忽然跟個潑婦一樣 跑上來大鬧 罵她說 張斌 你這個復興漢 你背叛了我 你有小... 就 我跟妳講完蛋了 就是妳看 大鬧現場 她老婆胡子威 我跟你講 張斌是央視的主播 體主播 胡子威是北京電台的主持人 兩個都是檯面上的 都是大腕級的人 你看 對 她忙得上去耶 好 妳看 後來被勸下去了 後來我跟妳講 胡子威的父親說 女兒妳這個事情 我自己亂成一團話 女兒妳這個事情 真的做錯了 為什麼呢 妳把家事跟國事 扯在一起了 家事 國事天下的 因為央視這個躍運 是國家大事啊 對不對 胡子威 張斌各有一段婚姻 胡子威是仰慕張斌的這個... 這個堂堂的這種風趣 跟這些才華 主動追求張斌 兩個人結婚了 結完婚之後呢 抗力情深 經常在節目上面 講夫妻的事情 有一次就是一個節目 北京電台做了一個專訪節目 講得太生動了 有一個女孩看完以後 居然寫封印明信給胡子威說 我看了你們節目 看妳跟妳老公太恩愛了 可妳真是傻女人 妳都不知道妳老公在做什麼嗎 原來那個女生是一個體育台 一個實習生 她妳不知道妳老公跟我們體育台 一個記者已經在那邊交往 看不下去了 她說我已經離開那個地方了 我告訴妳 妳跟妳老公這麼恩愛嗎 我告訴妳這個事情 結果胡子威才發現 張斌原來有外遇 她才去這個央視記者會去大鬧 我跟妳講 這一鬧 我跟妳講兩個工作全丟了 但妳說最後怎麼樣呢 兩個人從雲丹底到谷底 後來還是在一起了 因為他們就沒有事業了 沒有事業了 從Somebody變Nobody了 妳知道這麼大一個事情 國事跟家事一扯 全都變Nobody了 Nobody之後兩個人 再回想到當年那個狀況 後來又兩個人據說 因為現在沒有人知道他們了 據說兩個悄悄又合在一起 對啊 之前不能同甘 現在要共苦就是了 其實我們剛剛講說 在台灣可能 大家比較忍氣吞聲什麼 也不見得 剛剛看到的這個是 北京大鬧奧運記者會 同樣的行情搬到台灣 還有另外一場 馬上回來 我們下一次 後來